大家好,我今天想讲一下我一些私人跟日共的一些接触的一些感觉吧,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也算是当故事听,那么这些事件呢可能会让你对日共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因为我们大多数对日本共产党可能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或者大家了解它可能会通过百度呀,谷歌呀,去搜寻一下,即使在日本,日本共产党也不太为大众所了解,但是我呢跟日本共产党有一定的渊源, 其实这个我通过想通过这个分享呢,让大家对国外的左翼组织有一种感性的认识。 我与日共的交往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我的公司在东方营作,就是东西门的东方营作, 当时日本共产党,它叫吃鸡豹北京分局,其实就是中国分局,它在中国只有一个分局,也设在东方营作, 跟我在原来就是那年,我忘了是一一还是一二,在一个楼洞,然后就这样很容易就很碰到一起, 一个日本老头,个不高,可能六十多岁,和蔼得很,然后见人呢就点头打招呼,那么我们都有习惯,就是别人向你打招呼的时候,你肯定要,人家很友好的,因为中国人不太习惯跟陌生人打招呼, 但是外国人,不管是西方的还是日本的,他好像有很多人是习惯跟陌生人打招呼的, 那么打招呼的过程中,你就要回一个,回一个非常礼貌的,回一下,回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在一个楼洞下电梯, 那么我就会跟他交谈两句,那么一交谈,我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我说你在这做什么呢,他说我是日本共产党吃鸡豹,北京分局的, 因为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都,对这些国外的共产党,我们是有好奇心的, 我们一般都会拿来跟中共比较,那么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我呢, 年轻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些读书人,年轻的时候,都多多少少接住马克思主义,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都要接触,所以我就很好奇,问他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的所谓的这个办事处,就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跟我那个办公室差不多大,那就一个老头一个人在那儿,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很多日本共产党的事情,然后呢,给我送一些日本共产党的吃鸡豹, 但是呢,吃鸡豹全是日文的,我基本看不懂, 但是作为礼貌,我还要收下来,然后跟他去聊, 然后我就知道一些日本共产党的历史, 比如说他先跟我讲,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第一次崩,就是决裂是在, 就是斯大林死以后, 后鲁晓夫反对斯大林, 那么日本共产党,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 但是它是列宁主义党, 所以这一点,就是它现在还名义上是列宁主义党, 但是它是反对斯大林主义,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支持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 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 这样呢,中共就跟苏联决裂了, 同时也跟日本决裂了, 后来和好事所谓改开以后, 那么意识形态的色彩不那么浓了以后, 那么日本共产党又跟中共有所修好, 就又派了这个这样的代表机构, 那么其实日本共产跟中国的那一样, 就是你驻外的机构, 它都是以报社新闻记者的身份派驻的, 比如说我们原来叫新华社驻港办事处, 其实它是代表中共中央的, 但名义上它是新华社, 是一个这个新闻机构, 日本也是一样, 它派驻中国的这样一个叫吃鸡报驻北京的分局, 它的负责人叫分局长, 就是这个小四先生, 他是60岁的老头, 60多岁, 他今年72岁, 他早已经回日本, 但是没有退休, 还在日本共产党总部工作, 因为是最近, 我前天刚见了日本的吃鸡报驻京的另一个机关长, 刚跟他吃过饭, 我每次都问到离任的这些人的状况, 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那么其实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一样, 就是你驻外的机构, 它都是以报社新闻记者的身份派驻的, 比如说我们原来叫新华社驻港办事处, 其实它是代表中共中央的, 但名义上它是新华社, 是一个这个新闻机构, 日本也是一样, 他派驻中国的这样一个叫吃鸡报驻北京的分局, 他的负责人叫分局长, 就是这个小四先生, 他是60岁的老头, 60多岁, 他今年72岁, 他早已经回日本, 但是没有退休, 还在日本共产党总部工作, 因为是最近, 我前天刚见了日本的吃鸡报驻京的另一个机关长, 刚跟他吃过饭, 我每次都问到离任的这些人的状况, 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小四先生给我的印象, 他还是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他会跟我讨论这个日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一些事情, 他不是太关心一些很实际的东西, 那么当然很短的时间内, 我跟小四私人关系非常好, 经常快吃饭, 他有时候请我吃日本寿司, 我也请他吃我们, 总之因为大家, 我跟他那时候都是单身, 都住在东方营作, 你可以想见我们这个吃饭问题的名义上是请对方, 其实大家要解决一个到哪儿吃饭的问题嘛, 就是很自然, 所以跟他关系特别好, 后来很短的时间他就离任, 离任以后呢, 有一个80后的一个年轻人, 是早到天大学毕业的, 来接任机关长, 接任他的这个分局长, 然后呢, 他就介绍我认识了这个人和他太太, 他们专门请我吃一顿饭, 然后呢, 就把他上一任介绍给我, 然后呢, 这个小林先生, 他是个80后, 但是他呢, 在跟我讨论中, 就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后来就特别, 这个就有发生了很多事情嘛, 开始他不知道, 后来因为我代理IOA的税案的时候, 我接受了全球很多媒体的采访, 当时呢, 像日本的共同社, 也是采访之一, 后来这个小林知道以后呢, 他也来采访我, 他告诉我, 其实他很关心, 他们日本共产党, 很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 很关心中国的维权, 维权的这些事情, 所以, 他采访我, IOA的事件以后呢, 紧接着我因为参与IOA的税案, 就被北京警方调查, 然后北京警方责承北京的税务局, 对我进行税务棄查, 因为我当时有, 有这个两个公司, 一个税务师事务所, 一个代理记账, 就是财务顾问公司, 财务咨询公司, 那个财务咨询公司, 我并不是法人代表, 也不是, 我没有任何身份在里面, 我那股东都不是, 当时是我前任的女朋友, 没有她的, 她是做股东, 也是做这个负责人, 那么呢, 北京市的税务局, 上午是朝阳区, 下午是东城区来查我, 给我通知先后, 其实呢, 这两个公司不在一个区, 一个在朝阳, 一个在东城, 他们同时来查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发在推特上, 然后日本共同社, 首先报道了这个事件, 那么小林先生呢, 他因为日本共产党的这个媒体, 是比较封闭的, 第一, 他们不太懂英文, 他们基本上是日文和中文, 因为他是中国的代表, 一定会懂中文, 至于中文好坏, 称词不齐, 但是一定要懂, 所以他们不太关注西方的媒体, 但他会关注日本的媒体, 东东帅发了这个消息以后, 小林马上就记得, 哦, 杜先生我们认识啊, 我们是朋友啊, 那我何不去拜访一下他, 采访他呢, 他就到我办公室, 就这个事件做了采访, 然后当时他告诉我, 我们在聊, 我就说日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他们在现在在日本的主要的政治主张, 最后他告诉我, 他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 我们离你们更近, 离他们更远,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中共, 我们就是, 其实我当然不能做代表, 但是因为我的这样一种身份, 就是被迫害, 被打压, 参与维权, 所以他认定我是跟他们, 是不以伙的, 这是肯定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 然后他说, 我离你们更近, 我们离你们更近, 离他们更远, 因为他说日本共产党, 离中国的人权维护者, 和受打压的人更近, 离当局更远, 所以他到处苦衷, 所以由于, 不管是苏共, 中共还是东欧的其他共产党, 包括后来的, 包括以前的波尔布特, 这些共产党的执政者, 这种独裁和专制的行为, 导致了我们日本共产党, 这样的在野的左翼政党, 步履为奸, 像我们现在在中国, 我们很愿意接触中国的维权人士, 很愿意采访他的报道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可能不太受欢迎, 杜先生,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让我采访一下, 让我采访一下中国的民间的这些维权者, 我说当然可以了, 我当时推荐了几个, 一个艾薇薇, 一个是普志强, 一个是许志勇, 我说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 告诉是我推荐的, 他后来, 后来我问小林, 我说你采访到了吗, 他说我采访到了普志强, 当然, 这个, 像许志勇, 他没采访到很, 我估计那个时候许志勇的自由, 是被严格限制的, 不光他采访不到我许志勇, 包括我跟许志勇, 我们很早就交集, 就是一直电话沟通, 有一次我到四川成都, 然后呢, 我刚走, 那么许志勇也到了成都, 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 就给我打电话, 说要跟我聊一聊,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已经坐飞机回了山东, 我说我到北京咱们再见面吧, 可是到了北京, 我们根本就没法见面, 我也没给他打电话, 我一知道他的状况, 被软禁, 被这个监视的很厉害, 直到后来, 过了不长时间, 他就进了监狱, 所以他采访到许志勇是正常, 但是采访到普志强, 可能我这个地方, 你普志强也在这个群里, 我首先感谢普志强, 因为普志强接受七七八采访, 一定是看了我的面子, 因为如果不然, 他说日本共产党要采访, 他普志强肯定不会接受采访的, 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觉得普志强如果在听音频的话, 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观点, 是不是这个原因, 首先我对普志强表示感谢, 就是给我的朋友面子了, 那么他后来呢, 还有一系列的事件, 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 就是709, 那么709发生了这个非常大的事件以后呢, 日共的机关, 就是这个分局长小林先生, 带着他的助理, 当然助理是中国人, 就到了办公室采访这个709, 而且他告诉他, 你能不能推荐一下, 709的家属, 我们采访一下, 我说可以啊, 我就把几个709家属的联系方式给了他, 我不知道的, 我通过其他维权律师找到给了他, 后来他们在709这个报道, 确实在日本共产党事业办法做了报道, 而且最后定稿的报道, 是让我审核过的, 就他把文字告诉我, 给我, 然后我看完没有问题, 有一些具体事件, 可能有一些不准确的, 我给他做了一些丁正, 因为他们不熟嘛, 他们在17报进行了报道, 就日本共产党是报道中国的民间维权事件的, 中国维权律师被打压的事件, 他们是报道的, 那么印象最深的意思是, 刘晓波去世那天, 第二天他们就到了我的办公室, 就采访我, 而且在采访的过程中, 他们的助理是掉了眼泪的, 也就是他们这个情感上是非常非常的, 倾向于中国的民间, 当然他也每周要到朝阳门中国外交部局, 开记者招待会, 去参加那个活动, 这个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共产党嘛, 对吧, 所以呢, 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当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啊, 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 这个, 我先不太做太多评论, 我继续讲事件, 就前几天, 有一个毛左, 这个毛左呢, 他自称是跨界的, 他既跟毛左打的火了, 同时又跟自由派有交集, 又他又打些官司, 找一些维权律师替他打官司, 所以呢, 有一天有个维权律师就把他带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我们吃饭, 他就参加了, 参加以后, 这是个七天后的毛左, 然后他就, 他知道我跟日本共产党熟, 然后他就非常急切地让我联系, 推荐日本共产党给他见面, 因为我的微信号被封, 那么日本共产党是这样, 日本共产党他们不太会用什么电报啊, signal啊, 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 呃, 他们就是很, 就是用微信, 所以我的微信被封以后呢, 呃, 那个机关, 这个是小林先生早已经, 这个故事我有点那个倒序了, 就小林先生早在待了五年以后, 呃, 在17年离任, 呃, 另外一个丁丸精先生来接替他的分局长, 然后呢, 小林先生把丁丸精先生接受给我, 呃, 我们呃, 一块吃饭交流, 呃, 后来就丁丸精先生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我采访, 那李小波去世, 我是忘了是什么时候了, 我忘了是是我我我我急不太轻了, 是丁丸精还是小林去采访我忘了, 反正他们采访了我, 就有关呃, 李小波的这个去世, 而且他们也写了文章在日本吃鸡报上发表了, 呃, 他们有时候发表了文章会给我, 给我一些样子, 但是我是读不懂日文的, 呃, 大概能看懂他是说什么意思, 具体内容读不太懂, 呃, 就是我继续说, 最近的, 就是这个毛泽呢, 呃, 他就发, 我我后来, 我因为我有有丁丸精先生的名片嘛, 虽然微信联系不上了, 呃, 当然我很简单, 我只要从B座坐电梯到C座就可以找到他, 但是我, 我觉得我把名片就拍给了这个毛泽, 毛泽呢, 就跟他联系了, 那联系完以后呢, 这个丁丸精先生跟这个就很高兴, 说好啊, 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杜先生了, 那就吃饭吧一块, 呃, 然后呢, 我就说, 那我请你们吃饭, 在楼下, 我就请, 呃, 因为他的助理请假了, 就我们三个, 我跟毛泽, 还有这个丁丸精先生一块吃的饭, 那么丁丸精先生一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刚从香港回来, 他在香港待了一周采访反送中, 然后他就跟我讲香港的事情, 就是香港事情还没完, 最近还有冲突, 那么他提出了三条主张, 一条是正式撤回送中法案, 不能说说送中正请就完了, 第二要求啊, 这个, 这个谁下课, 就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然后第三是要求普选这个立法议员, 这是三条要求, 不做让步, 呃, 他是从回了东京, 然后从东京飞到香港, 带了一周刚到, 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香港, 的事情他非常关心, 我说你们那个大陆, 就在, 在这个北京, 呃, 他说没有什么好采访的, 然后这个毛组就问他, 那么你就, 他老让这个毛组的话天影嘛, 因为他就是见了共产党, 应该很亲的, 可是这个丁丸精不太愿意跟他聊, 后来他就问说你, 你关心过大陆的, 左派网站吗, 比如物有之乡, 你看过吗, 丁丸精先生也要他说, 对不起, 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关注过, 他又问他, 说你们日本共产党反对自由主义吗, 丁丸精稍微想了想说, 他说我们不反对自由主义, 我们不反对自由主义, 但他也没说太多, 然后呢, 呃, 他又说, 你有没有兴趣, 见一见, 呃, 我们大陆的一些左派啊, 但其实他知道就是什么呀, 像张红良啊, 什么这个, 呃, 这个, 很多了, 像很多, 因为他, 他跟我认识以后, 微信老过推这些, 什么核心啊, 张红良啊, 什么那个, 这种争论的, 什么郭, 郭跳跳啊, 什么这个, 呃, 总之我, 我从来, 我都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恶心, 我这都在说什么人, 然后呢, 他问那个日本, 日本那个, 呃, 分局长, 表示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从我的口气, 呃, 他也看出了, 说对这些人不感兴趣, 呃, 也就是说呢, 呃, 本来这个毛左是非常, 带着非常大的兴趣去见他, 很, 呃, 以为一见如故, 肯定是谈得很好的, 然后临走的时候呢, 呃, 因为我有事情, 呃, 我接完账要走, 那毛左就说, 呃, 我能不能到你办公室去看看呢, 那丁丸丁先生说, 对不起, 我今天下午有事, 啊, 我今天还有事, 以后, 呃, 他也没说以后, 我添了一句, 我说以后, 你们有了两种方式, 可以再见了, 可以再聊, 那我感觉丁丁丁先生对他完全没有兴趣, 那么丁丁丁先生到跟我讨论了很多日本的, 政治方面的事, 比如说我会问他, 呃, 你们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呃, 最近, 他说最近有很大的问题, 又有点不好, 呃, 主要有两个事件, 一个是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呢, 中共跟日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核问题, 大家知道日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是一直是反核的, 所以呢, 中国作为核大国的态度, 他们是, 呃, 有很大的, 呃, 这个看法, 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 呃, 日共和中共最近搞得比较僵, 呃, 大概他跟我简单说两句, 就是在南海问题上, 日共, 他是希望敦促中共, 或者中国吧, 呃, 去跟南海周边的国家对话, 而中共呢, 他一直是那种姿态, 这是我的, 呃, 这个南海既然是我们的还谈什么呀, 我们认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 我们就是从与法则, 呃, 我拳头大, 大不了, 我咱们打一架, 对吧, 他, 他不去坐下来谈, 这日共非常有意见, 对不对, 核问题就是你中, 中国是签了核不扩散条约的, 那么你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而日共是有意见的, 所以日共跟中共最近有一些摩擦, 这他跟我谈, 那么这日本共产党在国内的选举状况, 我今天也, 呃, 因为今天在群里, 我跟, 呃, 这个, 周老师, 呃, 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同时就跟电话机在微信里问他, 我说我晚上可能要讲一个, 有关日本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音频, 我会用到一些, 呃, 日本的你给我提供,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很多, 他说我们昨天刚刚丢了一个参议员席位, 那么现在是13席, 而众议院是12席, 那么历史上最多的时候, 日本共产党是众议院达到了41个席位, 这39个席位加两个, 他叫什么公贪席, 我搞不明白, 叫什么意思, 呃, 八, 忘了, 忘了, 最多是参议院是30多席位, 中文院最多是40多, 41个席位, 是他们最好的时候, 小林先生在的时候, 有一年他, 呃, 跟我吃饭说, 他们是日本第三党, 第三大党, 在议会是第三位, 呃, 当时那是最好成绩, 现在呢, 可能到了, 呃, 他现在是第四, 现在应该是第四还是第五,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的左翼正, 因为他们现在日本共产党, 我那天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 他叫什么总书记, 还是叫什么我不知道, 就讲话, 完全不讲意识形态, 完全的讲选举, 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推广会似的, 而且我也问那个, 呃, 前几届的机关, 就是那个分局长, 我说小四先生, 呃, 今年多大, 他说72了, 我说退休了, 他说没有, 他还在总部工作, 我说小林先生现在做什么, 他说小林先生现在主要跑选举, 呃, 这段时间他们的选举非常忙, 呃, 他主要采访选举,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 你们现在的政策, 你们现在的这个方针, 你们现在日本共产党的整个的这个诉求, 跟其他的作业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吗, 比如说社会民主党, 你们区别大吗, 他想想说不大, 几乎一样, 我说那为什么你们不能合并呢, 比如说你们合并起来, 那实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我, 我今天我才知道, 日本社民党其实实力非常小现在, 当年社会党曾经, 呃, 有一段时间要执政, 就是那个叫双山夹带子, 还叫什么呢, 那女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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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日本第二大党, 有一段时间跟跟自民党竞争, 曾经要联合组阁, 呃, 所以我说现在他已经退到什么呢, 参议院, 众议院各有两个协位, 而日本共产党现在是参议院13个协位, 众议院12个协位, 那那现在社会民主党, 呃, 通过合并, 反而实际上势力比共产党还小的很多,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够联合呢, 因为你们的宗旨, 第一, 日本共产党, 那天那个毛泽号问他, 你们现在还提倡暴力革命吗, 他说我们不提倡暴力革命, 我们不再提暴力革命了, 呃, 我说是不是, 呃, 在日本, 因为我要, 我不太了解嘛, 我真的不知道日本暴力革命是合法非法, 我说在日本暴力革命是合法非法的, 他说不合法, 好像是不合法, 所以他们不再提暴力革命, 日本共产党也反对这个, 呃, 他的好多好多这个理念, 其实是民主国家的在野党的理念, 他是反专制, 反独裁, 反这个, 呃, 这个这个等等等,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联合呢, 比如说社会民主党跟日, 他说我们有好多历史恩怨, 呃, 因为在历史上, 日本共产党跟这个社会党, 日本民主党, 他有很多恩怨, 因为他们很多人是, 呃, 有的是从民主党到共产党, 有时候共产党到社会党的, 他们老一代有很多恩怨, 就这些人他结了仇, 或者有一些分歧很严重, 所以他们很难合并, 呃, 我说那你们年轻一代是不是有所不同, 因为我非常明确的感觉出, 这几个分局长, 由于年龄的不同, 他们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代的小四先生, 他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当时是六十多岁, 他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是到了第二, 到了接替他的小林先生呢, 是个八年后, 他就几乎没有传统的意识形态色彩, 就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出,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而且他表现的很多就是一个自由人士, 一个民主人士, 一个非常关注人权, 非常关注民主的, 特别是在我们国内, 他特别关注人权, 那后来的这个丁丸江先生也一样, 他是七年后, 但是也一样, 因为他的汉语不是太好, 就我跟小林先生沟通时没有太大障碍, 因为他汉语非常好, 他是早到天大学毕业的, 好像还是学汉语的, 我忘了, 但是这个丁丸江先生如果不带助理的话, 我跟他沟通有点难度, 但是基本上还是能沟通, 就他也是一样, 比如说他也要求我带他采访很多民主人士, 比如说这个一些事件, 比如说前一段709律师, 有关王全璋和余文森案的这个辩护律师, 以及一些其他的维权律师的联席会议, 教科的会议, 因为他们正好在我办公室知道这个事以后, 他们说杜先生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旁定一下, 那当然这个事情我要请示, 有维权律师的会议的组织, 他们说可以, 然后我就带着他和助理去, 在公开部分, 就是我们公开理念讨论, 或者策略这一部分, 他是一直在场, 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会议结束以后, 我们会儿大家都发言以后, 让他谈看法的时候, 他没说话, 他因为也可能中文不好, 他跟不太上, 第二个呢, 他也比较谨慎, 他没有说什么, 他说我们只是观察员, 只是听一听, 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不想表态, 我们就没有, 后来在这个讨论比较具体的事情, 那么他们就离场了, 所以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 至少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 几乎看不出来, 而倒是他们很关心香港问题, 而且他在谈及香港问题, 他是百分之百的倾向于学生的, 他没有一点同情香港当局的意思, 他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 非常关心香港的学生的安危, 他是我能看出来, 他是完全站在这个脚步, 包括我带他参加, 这个王全璋, 游云生律师的这样一个研讨会, 他也是, 他去参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情形, 包括他们的, 他们要在吃鸡包上报道709, 报道709家属, 报道刘晓波去世这个事件, 对我的采访, 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在我看来, 根本就不是传统共产党的那种意识形态, 他就站在非常现代的战格, 但是他跟西方的记者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开放的视野,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还有一点, 日本共产党很有意思, 日本共产党他大概有30万党员左右吧, 他的吃鸡包, 吃鸡包大概是发行接近30万份, 有时候20多万份, 有时候30万份, 他们这个日本共产党这些员工, 就是凡是在日共就知道, 他比普通日本的工资要低一些, 他们的生活比普通日本人要差一点, 但是日本共产党, 吃鸡包是从来不做商业广告的, 当时还问他为什么不做商业广告, 他说我们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我们就是反对资本家或者资本剥削的, 我们去做广告, 那么会给人一种意想, 我们是不是投靠, 当然他有他的政治考虑, 但他们是不做商业广告, 他们靠什么生存, 靠党费和吃鸡包发行的这样一种收入, 但这个收入很低, 所以他们租的房子非常小, 跟我的办公室差不多大, 而且他的房租比我的便宜, 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租给他房子这个人是一个在延安时期的一个老共产党员, 然后不是说就是他的长辈, 就是他家里那个爷爷辈是一个延安时期过来的人, 他一说是日本共产党他有亲戚人, 他说那我就便宜的租给你们, 所以呢他们其实是非常简朴的, 非常这个, 就是他们还保持着, 如果说共产主义者原来有那种简朴的精神和简朴的人, 他们身上还能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这些人参加日本共产党, 绝对不是为了找个工作, 你像小林先生早到天大学毕业的, 他在日本找工作是很容易的, 可是他在日本共产党, 而且他们这些人是长期在这干, 包括小四先生70多岁也不退休在这干, 他们是这个很少说跳槽, 也很少新人加入, 日本共产党他还是一个极权党, 他还不是一个开放式的政党, 他这个在那边工作肯定是有党员身份的, 我也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日本共产党的更新问题, 一个合并问题, 他会遇到了这个可能恩怨问题, 可能历史恩怨太多, 第二个我就说, 我说我倒是有两个意见, 我们私下跟你说, 就我们个人探讨吧, 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 你们不应该再是内容这些政党, 你们应该明确的公开跟列宁主义决裂,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在日本更能荣誉的生存下来, 但我这个只是谈兵, 我不了解日本的状况, 那可能他觉得你要跟日本共产党, 列宁主义决裂, 你就不是共产党了, 你就完全没有你的色彩了, 也可能有这个考虑, 第二, 我还有一个意见, 我说你们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还是完全是极权党, 有时候民主党延续下了极权党的那种特色, 比如说你们的总书记, 我不知道他叫总书记, 还是叫什么, 叫什么, 我总裁, 我不知道, 只要不老死, 是不换的, 我不知道他们, 我也当然不太了解, 最早是片山前, 后来这个, 叫什么, 什么夫, 这个我也觉得很长时间, 好几十年就是他, 但他们只是笑笑, 因为这个他们没法说, 因为年轻一代的共产党, 年轻一代共产党这些人, 对他们这种党的这样的组织方式, 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毕竟他的共产党是有纪律的, 可能不会乱说, 所以呢, 我就跟他们接触, 觉得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分享, 可能今天可能也是,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后位方先生说, 日本还有共产党, 大概其实是, 暗寒的意思, 我们普通人大概的理解,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只是国家不同, 但是我觉得, 我通过这几年接触下来, 可能对十多年了吧, 近几十年了吧至少, 接触下来, 我觉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有天然之别, 那么我可能由此推断吧, 可以说, 那些西方国家在野的左翼党派, 可能跟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和由于执政, 这个即使垮台以后保留的那些党,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然我不了解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共产党是什么情况, 那么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情况, 我不了解, 但是日本共产党, 我通过感性认识, 通过跟他们接触, 我发现他们已经完全变得跟传统的原教主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没有太大关系了, 他们就是一个日本的左翼政党, 在野党, 他们提倡的就是通过选举的这样一个议会道路, 通过民主协商解决问题, 反对日本修宪, 日本修宪主要是要恢复日本做一个拥有军队的, 这样主要还是在核问题和军队的问题上, 他们要摆脱二战给他们带的枷锁, 这一次日本选举, 日本执政党又没超过三分之二, 又没通过修宪, 那恰恰是因为日本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在制纠他们, 当然我不去评价这个对历史影响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大的话题, 我没有能力去评价, 但是我觉得首先这是对日本右翼的一个制约, 另外日本共产党牢牢的这个立足于日本的产业工人和低层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权力的一个诉求, 就是他们是为日本的产业工人日本的这些较低阶层去争取一些权益的, 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日本共产党老龄化比较严重, 就他们这些机关长给我介绍这个问题, 就他们的危机主要是老龄化, 就他们的党员既然是传统的老的产业工人, 老的那些年轻的人可能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 像小林先生丁丸经先生这样, 七年后八年后的人是他们非常少的, 用我恭维他的话, 小林先生是你们日本共产党的希望, 就是我想如果过个几十年, 当这些老一代被自然淘汰, 他就完全退化成一个普通的西方的民主政党, 我觉得他有可能抛弃令人主义, 有这种可能, 不是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 他们完全跟这个意识形态就没有太, 包括你现在叫他叫什么夫妮的总裁的讲号, 我看不出一点意识形态色彩来, 他就是强调选举, 强调要深入基层, 要去这个参与, 要去争取选举的胜利, 他们就像商业推广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他就是个普通的左翼政党, 像日本这样的社会, 我倒是觉得日本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势力是非常有必要存在, 而且左翼的力量还需要联合, 壮大, 这样的日本这个社会它会有个平衡, 我倒是不太希望右翼能够太这个来掌握日本, 使得日本过于右转, 我觉得我从政治平衡的角度, 我不谈太多的意识形态, 不谈太多的国际政治, 因为我也不懂国际政治, 我倒是觉得像日本这个社会有一点平衡,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日本共产党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他们都温文尔雅, 非常有修养, 从来没有任何共产主义者原来那种, 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印象, 所以总之, 通过我跟日本共产党的交往, 我认为它跟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那么又话回过来, 那么日本共产党竟然是这样一个, 一个左翼的, 一个在野的, 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政党, 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今天杨佩昌先生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 他说即使在法西斯, 或者纳粹党中间也有反纳粹的, 那么这突然就提醒我, 提醒我们共产党是什么? 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基本共识, 它就是纳粹, 就是法西斯, 还有再去, 那么一对比日本共产党, 我的亲身体会一对比日本共产党, 那完全就两个极端, 所以日本共产党才跟我说, 他才会说, 我离你们更近, 离他们更远, 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也是, 我对日本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感觉, 他跟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追求平等, 追求这个, 当然它也包括军, 等等一些底层左翼政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诉求, 当然我们不一定全支持它, 但是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在西方的民主社会, 左翼政党, 它也是支持, 人权事业, 支持这个民主, 支持这个自由的, 而独裁国家执政的共产党, 完全是另一个极端, 是另一种人, 另一种组织, 这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的, 那我就先讲这么多,